我一定是喝醉了 深夜 闫峰和朋友们喝完了酒 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摇摇晃晃地走着 心想 我一定是喝醉了 不然天上的月亮 怎么有两个 他用力地眨了眨眼 天上的月亮 又变多了 等一下 这到底是路灯 还是月亮 他摇了摇头 继续向前走去 心想 我一定是喝醉了 不然 这大半夜的 怎么有孩子在路边踢足球 他冲着小孩 喊了一声 喂 小孩抬起头 惨白的脸上 只有嘴巴 没有眼睛 他捡起一块石头 向小孩丢去 小孩 小孩跑走了 他的身影 像极了死去的弟弟 那年 严峰 严峰八岁 弟弟五岁 在河里游泳时 弟弟溺水了 严峰看着 在水里挣扎着 在水里挣扎的 弟弟 没有上前 帮助他 想到这儿 严峰冷笑了一声 继续往家走 走着走着 他心想 我一定是喝醉了 不然 那只蠢狗 为什么会站在前面 看他 他昨天 把邻居家的 这只狗 给杀了 因为 他真的 太吵了 他挥了挥手 狗不见了 他 他继续走着 心想 我一定是 喝醉了 不然 死去的女朋友 为什么在他 耳边 讲话 他哭着说 我一定 不会放过你的 严峰大声 骂道 滚蛋 不弄死你 老子怎么能拿到保险金 你不是爱我吗 连这都不愿意为我做 终于到家了 严峰没脱鞋 就躺到了床上 他心想 我一定是喝醉了 不然床边 为什么站着一个 拿着刀的男人 这男人 为什么 长得像 死去的 女朋友 呵呵 不会是他哥哥吧 严峰突然感觉 脖子有点疼 他用手 摸了摸脖子 他死前的 最后一个想法是 我他妈的 一定是喝醉了 这手上的红色液体 是红酒 还是鲜血 是红酒 想要更加码读 和声音 速度 订阅 和 订阅 订阅 和 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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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ctivity book with questions that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improve your speaking skills wait, there's more every story comes with an audio file that reads the story at a natural speed and that is exclusive to our club members don't wait, join now to take your Chinese to the next level even faster with a fun and enjoyable learning method go to allenguagecafe.com read read to sign up or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see you there